阿里美食剂 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韭菜 切成段 切好后盛入盆中 倒入食用油搅拌均匀 锁住韭菜的水分 准备一块豆腐先切片 再切桥 最后切成小丁 装入韭菜盆中 面盆中倒入面粉 加入温水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拌成大面絮 下手揉成面团 案板上撒上面粉继续揉 然后搓成长巢 会欲想念你的粉继续揉成小丁 你等着呢 你等着是你的笑脸 之前拼着 之前清纯 谁都不知一点 你等着一个的眼区 拿一个面剂子揉成圆球 用手压扁 再用擀面杖擀成核变每天大小的形状 在相同的方法擀一个面饼 馅中放入盐花椒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把馅料瓶铺在面饼上 另外一张面饼盖在上面 用手把边缘的面十斤的压 让它们粘在一起 面饼趁热一瓶油 预热后下入饼皮 盖上盖子煎两分钟 开盖后再翻一个面继续煎两分钟 好了出锅 香喷喷的韭菜盒子就做好了 用刀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 喜欢赶紧试试吧 想看更多美食制作 关注阿里美食器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